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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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到了一定要吃汤圓 小朋友户外教学 要看看师父怎么摇元宵 小手扶着器皿 跟着师父摇啊摇的好不开心 永和在地面包店 以菠萝面包洗点小品出名 到了冬至元宵这类的传统节日 就会推出手工献摇元宵 北方人通常都是吃元宵 然后南方人都喜欢吃汤圓 然后因为我们从老家穿过来 都是做元宵为主 所以我们通常一般就做元宵 好吃 这皮好好吃 软软的 你来买几年了 每年都在这里买 手工摇元宵的师父 每年冬至和元宵 就会在这街口卖起最应景的美食 而且这一卖就是30年 他说每年节庆快到时 就会有老顾客来店提醒 而这么多年来 真的是卖出感情来 再加上手工摇元宵得实成工序 越来越少店家卖 就怕顾客吃不到传统工法 做出来的元宵 每年的元宵冬至的时候都 我们因为这个完全就纯手工 所以都客人常常都要排队 然后都迎接不下 然后因为很费工 所以量都不能大量 所以常常都要客人来这样子 每年冬至和元宵 元宵业者固定卖的口味有鲜肉 花生和芝麻三种 鲜肉口味率先卖完 花生和芝麻通常在节庆 当天下午就会完售 应景摆摊三天 大约卖150到200斤左右 强调新鲜现作 给永和人最好吃的元宵 记者李立如新北报道 这只是一个传统 但是我们